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邱锦老师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大学生为什么要接触艺术 艺术古指六译 礼、乐、摄、玉、书、术等各种技能 经包含文字、绘画、戏剧等行为 艺术,我们通常是指音乐、舞蹈、戏剧、文学 以及其他的视觉艺术 如同数学、语文这样的词汇一样 它并没有一个实物 却又有很多实物可以表现出它来 我们将这些表现它的东西叫做艺术品 艺术品不等于艺术 但是艺术在艺术品中 广义的艺术远比你我想象的要宽泛 但是它的主要特征是人创作 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能够带来更深远的思考的作品 与其说我们再将艺术分类 不如说我们再说艺术的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 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以不同的题材 表现内心和在线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唐诗 诵词 圆曲 世界名著等 都是艺术 从广义上讲 音乐就是任何一种艺术的 令人愉快的 神圣的 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排列起来的声音 所谓的音乐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 但通常可以解释为一系列 对于有声 无声 具有时间性的组织 并含有不同音阶的节奏 旋律 即合声 舞蹈 实际上 用人体动作艺术来概括 更为合适 但是 这个动作 必须是经过提炼 组织和美化了的人体动作 舞蹈化了的人体动作 另外 属于人体动作范畴的艺术 也有许多种 如杂技 雅具 人体雕塑 韵律操等等 绘画是一种 在二维平面上 创作艺术形象的艺术形式 雕塑呢 是造型艺术的一种 只用各种可塑材料 如石膏 树枝 粘土等 或可雕 可刻的硬质材料 如木材 石头 金属 玉块等 创作出具有一定空间的 可视 可触的艺术形象 借以反映社会生活 表达艺术家的审美情感 审美理想的艺术 建筑是人们用石材 木材 钢筋混凝土等 建筑材料搭建的一种 供人居住和使用的空间 如住宅 桥梁等等 广义上讲 园林也属于建筑的一部分 影视这种综合艺术形式出现的较晚 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的视频画面 应可以运用蒙太奇这种艺术性突跃的电影组阶技巧 具有超越其他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 戏剧是指以语言 动作 舞蹈 音乐 木偶等形式 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 常见的包括话剧 歌剧 母剧 音乐剧 木偶戏 等等 由此看来 艺术的形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啊 大学生为什么要接触艺术 很多大学生都有这样的疑问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咱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女孩不到十岁自杀未遂 终生未婚 48岁住进精神疗养院至今 88岁却能在艺术圈叱咤风云 2015年创下全球入场人次最高展览 LV和兰蔻都败倒在她的石榴群下 她就是当代艺术界的传奇人物 世界著名的波点女王 草菅弥生 她的一生经历坎坷 如果没有接触绘画 没有通过艺术来表达她的内心 她的一生就无幸福可言 我们也看不到这样一位波点女神的众多优秀作品 感受那份独有的宁静和释放 享受到独一无二的温暖与慰藉 十几年的学习生涯 充斥我们生活的是有标准答案的习题 锻炼了我们的理性 通过我们多年的理性历练 我们考上了大学 大学又是我们的另一个转折点 要不断完善自己 弥补我们缺失的感性 通过接触艺术 使我们的双眼更容易发现美 使我们的双额更容易听见美 艺术使大学生更进一步丰富 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思维活力 艺术给予人生的效果 一是有助于培养人的认知能力 人的认知能力是人首要的 基本的能力 二是有助于培养人的创造能力 创造能力是人类能力系统的重要内容 也是考察一个人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因为艺术思维更侧重于直觉 具有跳跃性、非线性 因此在任何类型的发明创造的过程当中 都会起到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 康德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 艺术是神圣的 它比科学更高深、更深刻 它揭示的真理超越了科学的范畴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再见